众所周知的原因啊 目前中国的周边比较混乱 也就导致了目前中国的一些上网环境啊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其实如果在中国待了久的朋友们都能够知道 每当就是国内发生一些事 比如说是开会啊 比如说是周边有事啊 比如说是一些突发的情况啊 那么网络它一定会受到影响 因为平时有可能说你可以用的一些网络啊 在特殊的时间段它就不能用了 那么今天我就通过实测来告诉大家 目前在国内真的能够使用的 真的能够帮助你上网的VPN翻墙梯子啊 哪些是真的可以用的 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啊 我相信这个视频一定能够帮助得到你 我在国内上班的一家公司呢 是专门为一些涉外企业 涉外个人设计安装网络布线 包括服务器这些的 由于我服务的人群都是外企 都是一些外国客服 甚至包括一些使领馆的客服啊 所以我对怎么样在国内能够上国际互联网 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啊 特别是因为我的绝大多数客户 他们都会普遍用到VPN 那么他们使用的那些VPN有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目前绝大多数老外都在用的Astro 那么第二个也就是以前非常非常有名的 在中国可以说销量No.1的Express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和大家介绍的小地球鱼啊 那么国内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VPN 比如说是Norda啊 比如说是Gordon Flag啊 比如说是小火箭啊 类似于这样的啊 不过目前一些国外知名品牌的VPN 受各种各样的影响 几乎在国内都是不能使用的 那么还有一些国内品牌的VPN软件 比如像是小火箭 类似于这样的啊 怎么说呢 一方面价格是非常昂贵的 因为它是有流量限制的 另外一方面 其实它的使用是极其极其不稳定的 所以在这里我也就不推荐那些品牌了 就把这个三款在国内外国人使用的最多的软件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还有我和大家声明一下 这个视频它不是广告类型的 我没有恰反 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给我任何一分钱 好吧 只是为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哪些软件在上海在国内目前是可以用的啊 那么我的办公区的网络是签照的 然后我用我平时一直使用的那个Mark mini连上了无线 无线目前的速率它也是签照 测试一下这三款软件的区别到底是哪里 目前我把这个三款软件都升级到了最新的版本 用Mark给大家来测试 首先看一下Express 打开 那么在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Pickup for me is the best location for China 也就是Express推荐给大家 目前它觉得能在中国使用的server节点 上面写着Smart location是USA的Santa Monica 也就是Santa Monica 让我们试一下 点了这个Connect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绿的环已经开始转动 This may take a minute 它说这可能需要花费一分钟左右 目前Express它在国内的确是不怎么稳定 特别是这个一两年 很多时候有很多外国人给我的那种反馈 它就是几乎在中国已经不能用了 曾几何时应该在五年之前吧 Express在国内它是其实是最最好的VPN的软件 当时的无论是从它的速度还是从它的兼容性都是非常的好的 等了一分钟了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那么先暂停一下 我们看看它有别的其他的location吧 在美国的server其实有很多以前最常用的是洛杉矶5 但是可能从三年之前吧 洛杉矶5它已经不能使用了 这个新加坡的server它以前也是可以使用的 估计今天也有多少有问题 因为目前我之前也和大家说了 目前国内很多的VPN软件都是不能用的啊 好吧也是没有反应 先不测它了 再测一下Astro 也就是目前啊 这个软件是在国内用的是最多的 最多的外资企业 最多的外国人都是用这个软件 虽然说它的价格稍微有点贵啊 但是好在它能用 我一直觉得如果说一款VPN的软件 它在中国不能起到就是翻墙的作用的话 那么无论它的价格再便宜 或者它的使用再方便啊 其实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好吧 那么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我已经登陆了Astro的账号 它也有很多的server可以选择 如果说点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下面看到一个all 那么 那么我就随便选一下吧 Japan China Supercharger 打开 然后打开浏览器 点击一下YouTuber 非常快的速度秒开了啊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速度 秒开 随便选一个视频 这个博主也是我平时比较喜欢的 经常关注的 可以看到啊 这边是4K 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对吧 4K视频能够非常正常的播放 并且它的读取速度很快啊 ok 那么我们再换到美国洛杉矶 Supercharger 再看一下 也是秒开 大概大家可以看到 浏览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香港Supercharger 也是秒开 天哪 台湾forChina1 同样的也是秒开 看一下啊 根据就是ASHA的官方介绍 它在全球应该有几百个location 也就是几百个节点啊 全球都有巴西啊 墨西哥啊 日本 中国 土耳其 Russia 法国 瑞典 意大利 西班牙 德国 荷兰 英国 加拿大 美国 也就是说这款软件 它不仅仅是支持翻墙 它还能支持你很好的去观看那些 比如像Netflix啊 比如像Disney Plus啊 类似于这样的那些电影网络啊 因为类似于Netfay这样的流媒体公司啊 它是对你的区域有严格的限制的 而当你使用了比如像ASHA这款软件之后啊 好比说我现在把它的节点设在美国 那么Netflix它就会自动默认你的目前所在的是在美国 你也就能够正常使用Netflix了 苹果TV也好 Disney Plus也好 亚马逊也好 它都是同理啊 那么我们再测试一下小地球仪 先退出 Astro 好打开小地球仪 其实小地球仪这款软件啊 它目前的节点虽然不多 它只有新加坡俄罗斯美国日本香港和德国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软件的好坏 它不仅仅是它的节点的多少 而最主要的是这个节点能不能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美国 开启链接 秒开 那我再试一下 哦 也是秒开 感觉上就是比Astro稍微慢了那么一点点啊 区别并不是很大 那么新加坡再试一下 嗯 也几乎是秒开 日本 也是秒开 再选一下俄罗斯啊 很好奇 为什么会有人翻墙翻到俄罗斯去 看一下行不行 哎 还真行啊 俄罗斯也能翻过去 那之前我和大家测试了这三款软件 分别是Express Astro和小地球一样 那么测试的结果就是说 Express目前是不能够使用的 不能够正常使用的 Astro和小地球一在国内使用都是非常正常的 也是非常高速的对比之下呢 Astro的节点比小地球一更加多一点速度略微比小地球一快那么一点点啊 所以说目前我们剩下的选择就是你目前能够在国内使用的也就只有两个了 一个是Astro一个是小地球一 那么给大家说说这两款软件的区别吧 小地球一甚甚在他便宜啊 如果说你是平时临时到国内来旅游的话 那么小地球一其实是比较适合你的 并且在这里啊 我今天给大家一个链接 如果大家通过我这个链接去订阅的话 他是会送给你三个G还不知道五个G的免费流量的啊 你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那么平时收收邮件啊 看看Facebook啊 看看推特啊 都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如果说你需要观看YouTube啊 看奈飞啊 类似这样的视频啊 你就需要去买他的流量 但是价格也不是很贵啊 所以在这里如果说临时来国内旅游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去选择小地球一 那么第二个也就是目前中国国内用的人最多最好的 绝大多数的外资企业外国人都在用的这款软件 他就是Astro比较贵一点 180美金一年 当然他也有一个月或者说是两年的这样的套餐啊 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可以了 不过Astro有个最大的优点 他是没有流量限制的 也就是说当你付了这个 比如说一年180美金之后 无论你观看多少电影下载多少的内容 他都是包含在那个价格之内的 并且他的确是非常非常稳定 同时啊 如果你平时有一些观看视频的那些需求 比如说你经常会观看暖飞啊 比如说你经常会看一些亚马逊啊 或者你家里的小朋友喜欢看那些 Apple TV啊 那么Astro是你不二的选择 不过也正是由于Astro公司 它是目前国内能使用的最好的这么一款软件啊 差不多已经连续了五六年 在中国这个区域是No.1了 所以他也没有更多的优惠能够给到大家 不过好用的确是好用 还有一个Astro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它可以把Astro这个软件安装在你的路由器之内 当然这个路由器是一些特定的路由器啊 给大家补充说明一下 以上三款软件全部支持PC Mark 苹果手机 iPad 还有安卓系统下载安装软件 那么Express呢 它还额外支持像Apple TV啊 Android TV啊 Xbox PlayStation 类似这样的设备啊 单独安装它的软件 并且它最大的支持数是四台设备 那么Astro它还额外支持路由器的安装 也就是说 当你把这个Astro的软件安装在路由器之上 它就可以通过路由器来分享 你家里所有的设备 只要连接到了这个WiFi 或者说有线的网络啊 它就已经是国际互联网了 那么小地球一呢 目前它是支持Mark PC Android手机和苹果手机啊 怎么说呢 其实也够用了 那按照扩展性来说呢 我个人觉得是Astro最好 因为它支持路由器 之后的视频 我也会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把Astro这个软件安装在路由器之中啊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一旦当你把这个软件安装在路由器之中了 它就几乎没有设备的限制了啊 正常情况下 一台路由器设备可以连接30到100台的设备 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家里人比较多的大家庭 或者说是一些小型的公司啊 当你有了这么一个设备的话 就基本上是足够使用了 事实上我的很多的客户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上网的 一旦这样做的话 事实上Astro它是最有性价比的 因为它没有流量限制 它又没有数量的限制 嗯 有无限的那种可能性 把这个软件安装在路由器之后 在你的家里或者说在你的公司里 只要能够收到无限信号的地方 或者说只要你有任何的设备连上这个路由器网络的话 它就已经是自由世界的国际互联网了 我给大家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自己也装了这个系统 这个就是路由器的设置界面啊 我已经把这个软件安装到了这个设备里面 大家可以在这个左边这个角落看到Astro VPN 已经连接上了啊 目前我选择的server是在洛杉矶Supercharger 好打开YouTube 同样秒开 Good day to all of my fellow and future hobbyists out there My name is Matthew and I am your BRS beginner guru Hello everyone we're back You're pushing all It's in a home 而且它是没有连接限制的 同时哪怕你打开了这个VPN之后 中国的很多的软件 比如说是微信啊 比如说是知乎宝啊 比如说是淘宝 类似这样的软件 还是能够正常工作的 这和很多的在国内使用的翻枪软件都是不同的 因为很多在国内能够使用的翻枪软件 当你打开了VPN之后 那么淘宝 微信 支付宝 其实它就不能使用了 所以这也是Astro的另外一个优点 然后过几天我会给大家拍一支视频 也就是教大家怎么能够在指定的路由器之中 把这个Astro的软件安装进去 因为这还是有一些撬门的 并且对设备的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 我的想法就是说 可能会给大家一个购买的链接 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些供应商 去买一些经过认证的 经过测试的这些路由器设备 并且保证你的安全性 同时我也会教大家一些使用方法 并且尽量做好它的售后 让你们在中国能够稳定的高速的浏览 这个国际互联网 好吧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非常注重的安全性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呢 我个人觉得当经过测试之后 Express和Astro 它是目前最安全的两个系统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加密的 Astro官方也介绍了它的安全性 它是军用级别的 也就是说 不管是政府也好 还是某些部门也好 是非常难以追踪到你的任何的信息的 同时这个公司也不会保留你的任何的信息 这就让你的安全性更上一层楼 视频的最后 我就想和大家说一下 那么以上的三款软件 我会把它的购买方式和购买链接放在我的最下面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点击一下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得到大家 同时也真的希望中国的网络环境能够有所改善 那么本期视频也就拍到这了 谢谢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赖 转发输烧